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必每逢好月色 相邪散步 补偿今日应该很容易 而又很不容易做到的期望 我也想着有一天 我们在北海荷叶葱中 遥望玉冬桥上的灯火 或者在一间小咖啡店里 我们静静听音乐 喝着你爱的农咖啡 或者在雨天里找一个小菜馆 弄两三斤好黄酒 心领神会的品味一下 总之 只过去一段苦日子 各种可能的打击经过以后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好好安排一下 把这段短短的生命充实丰满 使这一对魂灵都不必在天涯海角各自漂泊 忧患时 这一对灵魂能挡 快乐时 这一对灵魂能长 如你有一次说的 懂得享福 也要懂得吃苦 最后 让我们在临死以前 还能握着手微笑 没有一个感到一丝酸心 没有一个觉得一丝幻灭 想想上帝造了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活 真正的活着 而我们是真正的活过 幸福的活过 我们就没有糟蹋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都是世上无可比拟的胶子 什么文章 画画 这怕还是身外事 能有成就更好 没有成就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真正有灵性的人 该做的事 我们还祈求什么 需要什么 我刚才读的这封信是上世纪1941年 那时候我爸爸在四川江安 在国立剧专当老师 然后我妈妈是一个很年轻 刚二十出头的一个年轻的姑娘 我的姨 就是我妈妈的妹妹 是我爸爸在国立剧专的学生 然后我妈妈来看 等于看妹妹 然后她和我爸爸就 应该是我爸爸对我妈妈就一见钟情 他们就相爱了 1996年我爸爸去世 然后我的继母李玉如 她把这些由我妈妈和我爸爸保存了几十年的信 她交给了我 然后我一字一字地把他们打下来 我打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去世很早 她七四年就去世了 那时候我还很小 她去世的我也才二十出头 而且我十六岁就又离开家去农村插队了 我觉得我并不了解她 这本《你和我》 其实初中我是为了给我妈妈 是因为我想念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在我二十二岁头就走了 而我十四岁就离开家 能别什么都不懂 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为我妈妈做过任何事情 其实我岁着年龄越来越大 我觉得我对她的思念越来越深 我这辈子所有梦到她的梦都是在找她 这个是没有一丝夸张 多少年 几十年如一日的 如果做梦 都是梦到我在寻找她 而找不到 我能想念她 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呢 我是一个作家 我是个写作的人 那么我觉得我要写 我觉得写她是我最好的方式 我要写出真实的她们 写出真实的人生 包括我自己 但是你正要写自己至亲的人的痛苦和谋难的时候 那其实是很难的 再有人性都是有弱点的 甚至是有缺陷的 人都做过错事 那么写不写呢 我觉得真实就是要 都写 我自己会教设的 我自己想要写 有一个好事 你需要写 我自己想要写